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人在讨论,古代的秀才相当现在的什么学历,相当现在什么样的职位或者什么样的地位,生活过的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。 这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告诉大家,古时候的秀才其实就是穷困潦倒的读书人,书没念成倒成了个没用的书呆子,就是过得很落魄的读书人。 还有一些人认为,古代的秀才就是没有取得任何公民,更没挣到钱的读书人。 他们举的例子是,不然怎么会有穷秀才这个说法呢?说明秀才确实是很贫困,也是很没用的人,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,古代的秀才比他们村的村长差得远呢,村长至少还能在村里找几个相好的,还能开上几十万块钱的小汽车,秀才算个啥呢?穷困潦倒地位低下。 其实这些穷秀才论的人,大多都是比较浮躁,人云亦云的人,他们只喜欢道听途说,但从来没有去思考和判断,更没有分析能力。 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下,穷秀才是不是真的就是穷困潦倒呢? 他们在古代那样的环境里是不是地位很低下,到底算不算取得公民的人? 一,在古代考上秀才的难度有多大,比现在的211大学难考得多,至少相当现在的重点大学硕士毕业,并且是被所有行业尊敬的人。 清朝时期,科学制度达到了最完善最科学的阶段,我们就用清朝中期秀才的录取率和现在的重点大学录取率对比一下。 清朝时期的秀才是三年录取两次,需要考三次,第一考是由县令主持的县士,过了县士以后是服饰,也就是第二考,由知府主持的考试。 这两关都过了就是同生了,这个时候仅仅算是有了考取秀才的资格了。 第三考就是院士,只有考过了县士和服饰的人才有资格参加,并且需要至少一个成绩很好的秀才推荐才行。 院士由省里面的学生来主持,通过了院士的同生就是真正的秀才了。 当然秀才还要分三个等级,但都是有公民的人了,属于市代夫阶层,更重要的是有了参加举人考试的资格。 清朝时期秀才是三年录取两次,每个县参加考试的人大概在300到500左右。 随着每个县的大小和人口多少有差异,每次录取人数大概20人左右,录取率大概是5%上下。 而现在我们211大学的录取率最高的省份是14%左右,录取率最低的是4%左右, 平均录取率大概在9%上下。 这样看来古代的秀才比现在的211大学录取率低得多,也就是说考上秀才的难度比现在考上重点大学的难度大得多。 如果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对比的话,那也是难得多,为什么这样说呢? 虽然公务员录取率更低,但最优秀的大学生一般很少会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的, 所以看似竞争很大,其实最精英的人才大多没有去参加公务员考试, 而秀才的选拔基本上包括了当地最精英的人才,所以实际竞争力就大得多了。 有人说,古代的人口少,读书人也少,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 清朝中期大概有4亿左右的人口,现在我国有15亿人口, 清朝后期最多时每年录取2万名秀才, 现在我国每年博士大概录取7.5万名, 按比例算,古代秀才和现在的博士录取率差不多。 清朝的秀才可以免掉50亩土地的所有赋税,还可以穿长衣, 见到县令可以不用让座,即使有了官司的情况下, 见到了县令也不用下跪。 其实考上秀才后,在十里八村已经是很有名了, 也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 由于古代皇权不下县,乡绅们才是乡下的十圈人物, 而这些乡绅们大多都是由当地的秀才们来担任, 这样的话即使一辈子也考不上举人的秀才, 生活依然过得很舒服,一般的衙役,商人,工匠,平民, 艺人在地位上根本是没法和秀才比的。 二,古代的秀才在十里八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, 可以免除所有的赋税,成交的秀才, 国家每月还要供给他粮食和银子, 任何一个秀才都可以去附近县里的学院教书或者学习, 他们真穷吗? 如果和举人近是比,秀才是差得远, 但如果和地方上的大多数人比较, 那秀才绝对是十里八村有头有脸的人物。 我们看如另外一时里面有一段描写, 受个年龄大了的童生没有考上秀才时, 只好在当地的四数教书, 大概相当现在的中小学老师, 而这个童生的一个学生却考上了秀才, 地位立刻高了许多, 可是这个学生却非常嚣张, 有一次在人很多的场合, 这个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竟然和自己穿一样的长衣, 于是大怒,逼着自己的老师换一件短的衣服。 由于秀才在地方上有着许多特权, 也没人敢惹, 那个老童生受到了羞辱, 但还是不得不换了一件短衣服穿。 虽然这个只是讽刺那些卑鄙小人的特点, 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, 但也从侧面可以看出, 在古代秀才的地位还是很高的, 甚至有点地方大佬的感觉。 我们看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《阿Q正传》里面的赵秀才, 虽然他已经是清朝最没落时期的秀才, 但他依然代表的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, 至少在乡下是有权有势的, 可以压迫普通老百姓, 并且为自己谋取利益, 但他好像从来没有同情过穷人。 其实小说《孔一级》里面的《孔一级》是挺善良的, 我们从他吃回香豆就能看出, 孔一级当时过得一瓶如洗, 但一群小孩流着口水看着他那不多的回香豆时, 他还是给那些小孩美人一粒回香豆吃, 然后嘴里念叨着, 多胡哉,不多也。 孔一级贫穷的原因是不是像鲁迅先生所表达的那样, 认为孔一级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, 放不下面子, 属于死在面子活受罪的人。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过这种情况的话, 就会明白, 孔一级并不是因为太迂腐才过得很贫穷, 而考不上秀才才是他贫穷潦倒的根本原因。 假如孔一级考上了秀才, 别说吃回香豆, 喝一点小酒即使每天大吃而喝也是没有一点问题的。 他免税的土地可以租给雇农去种, 每年收取租金, 县里面每月也会发固定的粮食, 生活是不会有任何困难, 实际上如果孔一级真成了秀才, 那就是地方上的乡绅了, 有着很多的特权, 钱财根本就不是问题了。 虽然我们现在的警察, 教师, 小老板, 工人, 农民, 科员, 普通军官, 在地位和权力上远远比不上古代的秀才, 但这正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是进步的, 和古代那些封建统治者是不一样的, 人们之间变得更平等了。 三, 秀才已经是有公民的人了, 步入士代夫阶层了, 并且还有继续考举人的资格, 或许他们就是以后的达官贵人, 前途无量。 秀才为什么会被那么多人尊敬呢? 是不是因为他社会地位很高, 家产万贯, 富家一方呢? 其实并不是, 虽然秀才也是有钱有势的人上之人, 但还远不及举人, 近视以及各地的地方观。 秀才受人尊敬的另一个原因其实更重要, 那就是秀才就是潜力股。 大家看电视上有好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, 都愿意嫁给一个年轻的秀才, 还有那些非常漂亮的小家碧玉, 也非常渴望年轻的秀才喜欢上自己。 现在好多人认为这其实是假的, 认为古代写书的都是读书人, 这种剧情就是秀才们在做白日梦。 可是从好些古代流传下来的资料看, 美女爱上年轻的秀才并不是假的, 更不是秀才们写书时在做白日梦, 而是古代的一种实际情况。 因为年轻时能考上秀才的人, 那基本上就是人中龙凤了, 后面很有希望考上举人甚至近视, 那不仅仅是丰衣族时的事了, 而是光宗耀族, 可以让子孙后代跟着荣华富贵几辈子了。 不要说举人和近视这样高的等级了, 就现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富二代, 官二代还可以在美女堆里任意逍遥, 那么有着大概率成为举人甚至近视的年轻秀才们, 成为美女们追逐的对象就不奇怪了。 古代去省城赶好的秀才, 经过土匪的山下时, 很少有土匪去抢劫他们, 是不是他们太穷没有钱? 当然不是, 他们走那么远的路, 身上肯定会有一些钱财的。 是不是土匪很崇拜读书人, 专门不抢读书人的钱财? 更不是, 既然当土匪的有几个是讲道义的人呢? 实际上土匪是不敢抢读书人的钱财, 因为在最早的时候有土匪抢读书人盘缠的事情发生过, 而这个秀才后来考上举人近视, 当然他没忘记那些抢自己东西的土匪, 也让那些土匪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, 后来再也没有土匪敢去抢读书人的钱财了。 有人会说, 那些土匪干脆把那些秀才或者举人杀掉算了, 谁会知道呢? 如果是这样的话, 那些土匪们就是一群蠢猪了。 在古代, 如果有哪个地方敢出现无缘无故杀死了一个取得公民的人, 那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 地方官丢乌纱帽不说, 朝廷还会下令把所有参加作案的人全部灭酒族, 所以那些土匪绝对不会为了一些钱财而让自己, 家人和亲戚被杀的血流成河, 那就得不偿失了。 从以上方面来看, 古代的穷秀才根本就不会穷, 因为他们已经是有了公民的人, 同时也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, 怎么会穷呢? 要说穷, 那是和达官贵人们比的结果, 要和我们普通人比, 秀才就是我们仰慕的温曲心了。 古代的穷秀才日子过得很舒服, 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, 秀才是古代选拔出来的精英人才, 封建社会基层的统治者, 肯定比普通人过得逍遥的多。 虽然说现在的普通公务员, 比起古代的穷秀才在地位上差得很远, 也没有太多的特权, 也没有那么受人崇拜, 但这种现象正好说明了我们的社会进步很大, 完全消除了人和人之间的等级差别, 于是人和人之间也变得更公平了。